那在這裡的話,基本上對於犯罪學三代論點很簡單 他就是由這個 我們的一致觀、共識觀、衝突跟互動觀來 那很快我們講一下這個 所謂的共識 或者叫一致觀 這個是我們 也不用說是犯罪學,基本上是 有人類 有人類這個文明 基本上 我們的人類基本上都是持這個觀點 他是絕大多數人都持這個觀點 那這邊也額外講一下 這個題目的話,當然之後可能會下放到四等 如果下放到四等的話,我們還是一起來研究一下 因為這一題其實 應該說這個觀念其實是很簡單的 那正因為他很簡單 所以的話 你一定要加入一些題目所沒有的東西 這是寫生論題的一個小訣竅 你可以想像 如果全台灣 譬如說如果這個題目全台灣 一半以上的考生都會寫 寫得好或者寫得稍微糟糕 可是大部分大家都會寫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想一件事 既然全國考生超過一半會選 那憑什麼我要上榜 我憑什麼老師讓我上榜 不是讓別人上榜 那 一定就是取值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 你寫得夠深 譬如說你是類似像 譬如說那個課本 抄出來的 感覺就像 天啊 譬如說如果我是這個 學生 譬如說讀北大 譬如說徐老師 如果你真的有本事 把徐志明老師的課本文字全部 原分不動抄到那個考卷上 我只能給你24分 因為25分是不可能給的 因為滿分我們是不會給的 我只能規則改 這個徐老師一定是對的 讚讚讚 可是 我們目標不是這樣 為什麼因為你還有其他課要準備 所以的話你要求的是什麼 你要求是廣度 也就是其他的東西可以塞進來 告訴老師什麼事 告訴老師我知道 辦就學 這個理論之外 我還知道他更多的小秘密 你想要知道嗎 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可以看更多 等等的之類 那老師覺得 你講了很多 我們題目沒有運 讚讚讚 好那所以的話 我們看一下 有哪一些是可以講的 譬如說共識觀的話 他是取之於社會學的什麼 他是取之於社會學的功能理論 所謂的功能理論很簡單 功能理論的話 他的一個代表 是這個我們那個 社會學的三大蜘蛛之一的尾波 那基本上功能論很簡單 所謂的功能論就是 社會上的各個成員 每個人成員 都有 功能 你說啊老師什麼意思啊 這個原因這個說法很簡單也就是 每一個人都很重要 你要聽過對視的話就是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這個 社會的小螺絲釘 這個 我們都維持這個機器運轉 少一個人都不可以 好 從這個觀點 你反推回去你就會知道 所謂的共識觀是什麼 我們犯罪的定義 或者是我們犯罪的一個衍生 都需要大家共同參與 那所以的話 什麼是犯罪 犯罪就是 大家都討厭的 所以這個共識觀 的決定者是誰 犯罪的決定 或者是說 法律 的那個概念 誰決定這個事情 是犯罪 很簡單 是社會大眾 社會大眾全體 大家一起決定 所以他才說 共識 這大家共識 只是大家一致決定 大家決定 好 這是最重要 因為等一下我們就看到 比較有趣的 那相關的這個預防 相關的我們都不說 那我們在講 衍生的東西 這個也是可以加進去 這是衍生的理論 衍生的理論基本上大部分的 這邊都直接寫 大部分的犯罪學理論 都是採這個看法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知道其他理論 像 我們要講一個 互動觀 跟這個衝突觀 先講互動觀 以這個 這個 這個這個 衍生的這個 時代來講 互動觀很簡單 互動觀的話 他是源自於 社會學的 這也是這個 衍生的 社會學的 互動論 互動論 你常常會看到 互動 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 你在題目上有可能看 他說 老師為什麼 我看到有人是寫 形象互動 有些人是寫 符號互動 老師就是 這個 他們兩個 這個有什麼差 那 那 不一樣嗎 先講一下 互動論 互動論是一個大的學派 下面有分非常多子學派 這兩個子學派是最有名的 一個叫形象互動 一個叫符號互動 那 形象互動這個概念 基本上 你會很好理解 為什麼 因為互動論講的就是 我們每一個人 所知道 或者是我們每一個人 所得到相關的概念 都不是你與生俱來的 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你跟 社會 就是你在成長過程 跟社會 其他人交流的情況下 互相互動 你一句我一句 互動之下 所構成的 好 那所以的話 所以的話 以結論來看 如果有今天有一個形象出現 這個比較明顯就是我們什麼 我們所謂的這個 刻板印象 那為什麼我們講刻板印象 它是我們這邊最主要的一個 體現 譬如說 來譬如說 同學 如果今天你要回家 看到你們家的巷子孔 站了 五個外籍衣工 就在那邊站著 然後把巷子孔擋住 你敢過去嗎 你敢過去 Sammatica 可不可以接我過 還是你就 我先去 Seven 晃一晃再回來好了 你可能不敢過去 為什麼 因為外籍衣工 看起來有點可怕 他們可能不只是身上的味道可怕 感覺很可怕 可是問題是 請問你被外籍衣工欺負過嗎 外籍衣工在你 還是他們在聊天的時候手上都拿一把刀 虎視單看 也都沒有 人家只是站在那裡而已 那憑什麼你 覺得很 他們很可怕 原因就是 刻板印象 這刻板印象誰告訴你的 新聞媒體告訴你的 你的父母告訴你的 你的其他的社會大眾告訴你的 所以 這所謂的形象 就是 出現這個形象 我們馬上就會得到一個結論 這個結論不是我們自己 親身獲得的 都是什麼 別人告訴我們 好 另一個符號活動 符號活動它是更抽象 也就是出現了某一種的符號 你自己就會延伸出 不自然的 不 不自覺的引申出的感覺 譬如說 你在路上看到國旗 你可能覺得還好 可是譬如說你在 奧運毛錢沒辦法 譬如說奧運的會旗 譬如說奧運會旗 你看 這個 奧運會旗 冉冉升旗 這個 符號 就是這個國旗的符號 一看到 你的眼睛都標出來 這樣 那為什麼 因為 你看到這個國旗 或者你看到那個 奧運會的會旗 你馬上這個 這個 台灣的意思 或者是 這個 國主認同 馬上就浮簽起來 等等 你怎麼會浮簽這東西 就像你給一個一歲匣子給他看國旗 他是不可能有感覺的 他就覺得很奇怪 給我看這個幹嘛 那 一定是經過社會的互動 你知道國旗代表意 或者是奧運會旗所代表意 好 那這個特點在哪裡 這個特點就在於 這是第一個 也是最重要 我們等一下選擇題就用到 一個不一樣的點就是 我們的決定者不是全體 是誰 是有權勢的人 是有權勢者 是這個社長有權勢者 也就是少部分的人 少部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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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那在這裡的話 為什麼這麼重要 很簡單 原因是因為 這個 這個定義 就剛好的劃分出 共識觀跟我們互動 還有我們衝突觀的不同之處 好 那我們先 順著 先想一下衝突觀 我們在一起 把它給講完 好 那衝突觀呢 衝突觀他的 看法很簡單 衝突觀 他的看法認為說 他是源自於社會學的衝突學派 社會學的衝突學派 那你要再講更細 他其實就是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 好 這個我們就趕快跳過去 那也是一樣 他的提出者也是 有權勢的人 有權勢的人 說老實 都不是一樣嗎 這兩個差在哪裡 這兩個是差在哪裡 兩個是差在他們的目的 不一樣 也就是 這個可能共識觀 或者社會大眾 這個全體 他的 定法的 定義立法的目的是什麼 他的目的可能就是為了所謂的社會的安全 可能是社會的安全 這件事很好理解 為了很好理解 可是有權勢的 這兩種人 他目的都不一樣 第一個他的目的 Keyword就是 利益 一定是為了利益 一定為了利益 就好 抱歉 利益是中毒觀 來 這邊的話是為了什麼 為了他的道德觀 或者是他的 價值觀 或者他的價值觀 價值觀跟道德觀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這個這兩個怎麼分的 我稍微講一下 所謂的道德觀就是 你會 對某一件事 你會有是非對錯的判斷 那所謂的價值觀 他跟是非對錯 當然也有一定的關係 可是更多就是 只是他的一個 個人的取向 譬如說 有些人 這個之所以不丟垃圾 就是他覺得丟垃圾不好 這件事情是錯誤的 這叫做道德觀 道德觀 我覺得真是不好 那所謂的價值觀 如果你更往細講 當然他某程度還是要講 他跟價值觀 抱歉他跟道德觀 有一點的重合 可是價值觀更多會取現在說 他的一個個人的決定 所以譬如說 每個人的價值觀 譬如說像 為什麼你選擇考 警察 你不去考 高普考 可能在你個人的心目中 你覺得警察這件事是很有價值的 你可以為社會 儲罷安良 然後你可以為社會 助身貢獻 等等之類 這當然就是你的價值觀 這兩個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但是 考試上環境 你不用把它分得太細 你把它放在一起就可以了 雖然目的是為了解決這件事 那 在這裡的話 有什麼展現 譬如說他這個曲線 就很簡單了 這個曲線 很多都是 所謂的 報德犯罪 我們之後會講到 這個最明顯的就是所謂的 報德犯罪 那我們在犯罪學裡面有哪一個 因為 這個我們稍微 串起來一下 同學你在學刑法的時候 去學刑法分則 你一定會學到一件事 你們刑法老師一定會告訴你 每一個刑法分則的法條 背後一定有他 保護的法義 那 所以的話 所有的 犯罪一定是他侵害了 某一種的法義 國家才要動手 去 對他進行相關的一個制裁 但是 我們在學犯罪學的時候 有學到 有一些犯罪 是沒有侵害到任何法義的 但是他就被定罪了 這不是冤獄 這是什麼 無被害者的犯罪 無被害者犯罪 這邊 先講無被害者犯罪 那無被害者犯罪 他的範疇 每一個人的範 就是每一個學者的範疇 或多或少都不太一樣 都不太一樣 或多或少都不太一樣 可是有三個犯罪是大家都沒有爭議的 大家都沒有爭議的 黃、賭、毒 就是 性交易 性交易 賭博 跟 毒品 這三個是大家沒有爭議的 其他人還有爭議 譬如說什麼 墮胎啊 這有沒有爭議 這個墮胎是有爭議的 墮胎是有爭議的 至少這三個 這三個是沒有爭議的 大家都認可 這是被害者犯罪 因為這三件事 其實沒有傷害到任何的法義 譬如說以性交易來講 一個出錢一個出身體 請問他傷害了誰 有啊 老師 他傷害了他的大老婆的感情啊 如果同學啊 這個我們傷害一個人的感情就要 是犯罪的話 那麼 玩弄人家感情的渣男 是不是應該當犯罪 同學懂我意思嗎 就是如果你要這來推 那個範圍會很可怕 所以的話這三個其實認真講他們其實侵害的是什麼 他們侵害的其實就是大家的道德感而已 認真講其實就是道德感 那當然不是說 這把這些除罪的話都是 台灣是一個沒有道德感的國家 這是兩回事 這兩回事 這個我們講五罰則反對會講 會講 好 那所以這個就是這樣 有權勢者 那在創圖關會 目的是什麼 他的目的很簡單 他的目的不是為了這種抽象的東西 他目的是什麼 為了他的利益 實質的利益 可以放到口袋裡的 好處 所以這種利益的話 再細分兩個 一個是政治上的利益 一個是經濟上的利益 經濟上的利益 經濟上的利益當然不用講 就是我打壓一擊 看可不可以有什麼好處 那那個政治上的話 最常見就是什麼 譬如說白色恐怖 白色恐怖自己 很多人因為內亂外害 被 弄死 大家應該知道 我們台灣有白色恐怖這個 那 目的是什麼 目的很簡單 我要鞏固我的政權 同意懂我意思 同意懂我意思 OK 那所以的話這兩個 是最大的差別 來所以快速再講一下 共識觀跟 互動觀還有衝突觀 這 兩大塊 第一個大差別就是 定義者不同 好 那衝突觀跟 跟互動觀 這兩個的差別在哪裡 差在他們的目的不同 OK 懂我意思嗎 他區別就這樣區別 你在理解上 這三個理論你先做第一個層次區別 定 定義法律的人是誰 大眾 還是少數人 好那接下來你分開這第二塊 都是少數人的時候 那他們兩個又在哪裡有差別 第二個區分就是他們的目的是不一樣 OK你區分到這件事情 你這裡就會了 你就會了 生論題選擇你都會 就這樣就這麼簡單 這個理論 一點不難 一點不難 好那也是這樣延伸性的 的 的理論 延伸的理論很簡單 延伸的理論就是 標籤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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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這裡衝突延伸的就是 衝突 社會衝突理論 OK 就這樣 就這麼的簡單